Loving Family 真爱在我家 这里是佳音广播电台FM90.9 现在为您播出的是真爱在我家 我是金培文 这个节目是由台北基督之家 天生传播协会和佳音广播电台联合为您制作的 我们同时在罗东的Love Radio FM90.9 从下午的5点05分到6点播出相同的节目 从7月份开始真爱在我家改为每周一次 就是在每周二的下午 同一个时间播出 周一的时间则有我们过去的前董事长 也是过去佳音的台长 纪维明老师 为我们主持优秀式交出来的 也是非常精彩的亲子节目 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 同时也收听优秀式交出来的这个节目 同时收听星期二的真爱在我家 在过去几周 跟大家来分享儿女的品德 我们用圣经 基督徒的圣经里面的加拉太书 第六章的圣灵的九个果汁 来分享孩子们的九种品德 这个九个果汁就是 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我们陆续已经分享了第八个了 今天我们要分享第九种 就是最后一个圣灵的九果里面的最后一个果汁 也就是最后一个品格就是节制 为什么节制放在最后一个 我在想有了节制 前面所有的八个品格 就会从节制的这个品格当中 就会彰显出来 就会发挥出来 一个有节制的生命 就是表示他爱自己 他也懂得爱人 说话有节制 做事情有节制 生活有规律 所以当有了节制的品格的时候 自然就会有忍耐 忍耐就是从节制而来 自然就会有爱 自然就会有恩慈 嘴巴不会论说话 自然就会有良善 那也会温柔 也会过着很快乐等等 所以前面的八个品德 可以说是从第九个节制的品德 陆陆续续而发挥出来的 今天我们就要分享最后一个 节制的品德 先跟大家分享一个绘本 这个绘本是刘青燕老师 跟张安云老师 他写作的是由彩虹爱家出版的 这本绘本名字叫做奶茶好好喝 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等一下在下一段开始的时候 我就把奶茶好好喝 这个绘本的故事呢 念给各位来听 然后我们就要分享 节制的品德 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里是江英国电台FM90.9 现在为您播出的是珍爱在我家 我是金培文 今天我们要分享圣灵九个果汁的九个品德里面 最后一个品德就是节制 所以我现在就来念刚才我说的是绘本 叫做奶茶好好喝 由钟安云跟刘欣燕老师他们所写的这本绘本 那这个绘本的图是从 是陈敏玉 陈敏玉所画的 是彩虹爱家所出版的 我现在就要来念咯 凯西公主最爱喝奶茶了 三餐饭后都要来一壶 下午茶喝两壶 睡觉前也要喝一壶 连半夜醒来 还会偷溜进厨房泡一壶 其他公主房间都挂满了衣服 但凯西公主的房间里却摆满了茶叶和茶壶 有西兰茶 阿萨姆茶 奇门 大吉岭 伯爵茶 玫瑰茶 薄荷茶 我非常喜欢喝伯爵茶 但是有的时候偶尔贪喝的时候 伯爵茶就让我晚上睡不着觉 好 凯西公主每一天都会清点一下这些茶 也会把茶壶拿下来擦一擦 只是她从不知道这些茶叶藏起来有什么不同 因为凯西公主喝奶茶 总喜欢加很多的糖喝牛奶 让茶又香又浓 时间久了 凯西公主生活中出现了个小麻烦 她对茶壶的尺寸越来越不满意了 她总是嫌茶壶太小了 一次可以冲泡的奶茶太少了 怎么喝都喝不够 于是她找来全国最厉害的陶酱 我要大茶壶 那个茶壶得又大又漂亮才行 一个月以后 茶壶送来了 但凯西公主却不满意 不够大也不够漂亮了 整个暑假 茶壶一个一个送来 也一个比一个还要大 但公主就是不满意 因为奶茶好好喝 茶壶要够大 喝了才会过瘾啊 不只是陶酱送来越来越大的茶壶 连裁缝师也送来了加大的衣服 凯西公主的椅子和床也都得特别定制 但她每天还是不停地喝呀喝呀 有一天 凯西公主准备上楼的时候 突然眼一花 满天的小星星在她头顶上旋转 碰 公主昏倒了 医生为她做检查 说你喝太多奶茶了 还加了太多的糖 身体吃不消 体重过重 血压胆固醇和血糖 通通都太高了 从现在开始 你得多运动 吃健康餐 还有你只能喝 没有加糖和牛奶的茶 凯西公主开始了 她生活大改造计划 虽然医生的菜单令她受不了 但为了身体健康 她也只能默默忍受了 除了健康餐 她还得努力地运动 体操 游泳 散步 以及跳绳 仆人都盯着看 她完全不能偷懒 说来也奇怪 没有糖和牛奶的茶 她也觉得很精彩 她尝到阿萨姆红茶 特殊的麦芽风味 她也尝到了西兰红茶 甘醇微甜的韵味 她还发现 大吉典红茶 淡淡的葡萄香 以及奇门红茶的气韵 有兰花的甜香 奴隶了一整年 凯西公主终于恢复了 以往的容颜 她常常运动 也吃得健康 她整个人变得荣光焕发 赢得众人赞赏 不过她对奶茶的热爱 一点都没有改变 现在每天只喝一小杯 还不能加太多的糖 奶茶好好喝 她总是这么说 但是千万不可以喝太多 这个就是奶茶好好喝的 这个绘本故事 你看到当凯西公主 没有劫持的时候 拼命喝茶 然后茶里面 奶茶里面加了很多的糖 所以她的身材就会有变化了 然后她的健康也出了危机了 这个故事也是告诉我们说 没有节制的时候 绝对是对我们的身体 是有伤害的 那什么是节制呢 节制呢就是自己管理自己 英文叫做self-control 自己管自己 维世字典里面 怎么解释self-control 她说 retreat exercise over one's unimposes emotions or desires 也就是在思想 行为 言语 动作 懂得 约束的意思 节制跟禁止 有什么不同 禁止是完全是不可行的 比如说上帝不喜欢我们说谎话 偷窃 抢劫 等等 这些是上帝不喜欢我们做的 就是禁止做的 是碰都不要碰的 那么有节制呢 意思就是似可而止 是可以潜藏 但是不过分 是有纪律的 是在自我控制之下 不任意妄为的 在希腊文 常用在一个君王的德行上面 也就是身为一个君王 他不会让自己的不好的习惯 德行影响他对百姓的治理 就是说他懂得控制自己 他也会以众人的利益为利益 这种品德就是节制 记得我曾经看一篇报道 我们中华民国的前总统 马英九 卸任以前的前跟后都是一样 他每天五点钟起床跑步运动 不住现任总统优惠的房子 他搬回老家 跟父母隔离而住 他过一个有纪律的生活 所以节制呢 就是有纪律的生活 节制是有所为而不为 凡事似可而止 古希腊人热衷于运动 这些运动员在参赛的时候 他们都必须很严格的 遵守所规定的各种的训练 吃各样的食物 生活作息 按规定 按着时间表来操练 每一天的饮食的份量 吃什么 喝什么都要有节制 在整个备赛的过程中 他们都不允许 照着自己的一丝行 任意吃自己喜欢的食物 当然炸鸡薯条 奶茶更别提了 是不可以的 那么他们不可以 高兴什么时候睡 多晚睡就多晚睡 他们有一定的生活的纪律 所以节制 就是过一个有纪律的生活 那这些运动员 为了达到目的 为了取得最佳的成绩 他就必须自我约束 持守这个纪律 这个就是节制 不凭自己的喜好 去超越的自己应当有的范围 而不会因为惰性 而达不到自己应有的表现 在我的学生当中 有一些人是独体异序的 有时候我会问他们 你们是怎么样 来维持自己的体能跟身材 他们就说 他们有一定的纪律 他们生活一定要规律 特别是要比赛之前 他们要照着教练 告诉他们的这个饮食 的分量摄取 什么时候需要摄取更多的蛋白质 就可以吃多一点肉 什么时候是可以 需要多一点的糖分 他们有一定的节制 那所以一个有节制的运动员 就是要过一个有纪律的生活 有纪律自然生活就会养成一个 有节制的习惯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每天晚上五点半六点之间 一定是吃晚餐 然后他吃完晚餐以后 他固定到他家附近的公园 去散步运动 散步大概一个多钟头 回家休息洗澡 然后在睡前绝对不吃零食 绝对不吃宵夜 连水果他都很少吃 所以他长期以来 他都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生活的纪律 身体也非常的健康 非常羡慕他身材保持得非常好 那他就说他每天都养成一个 习惯性的自律的生活 这个自律其实就是节制 一个懂得自律的人 一个懂得节制的人 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容易成功的人 那我们休息一会儿 我们等下来分享 那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孩子 成为一个有节制品德的孩子呢 只要有爱地就不会孤单 只要有星星 黑夜就不会失望 只要有花香 蝴蝶就不会寂寞 只要有高山 溪水就不会不去 啦 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宁 啦啦雷又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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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 啦啦啦啦 MERA 啦啦 只要有爱地就不会哭泣 只要有太阳 大地就不会孤单 只要有星星 黑夜就不会失望 只要有花香 蝴蝶就不会寂寞 只要有高山 溪水就不会舞曲 啦啦啦 啦啦啦 只要有爱 蝴蝶就不会哭泣 只要有爱 蝴蝶就不会哭泣 这里是佳音广播电台 FM90.9 现在为您播出的是真爱在我家 我是金培文 今天跟大家分享圣经里面圣灵酒果的九种品德 人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今天分享最后一个品德就是节制 刚才跟大家分享了有关刘青燕老师 他们写作的一本绘本叫做奶茶好好喝 所以节制跟自律有关系 一个会自律的人 他自然就会过一个节制的生活 那现在正是夏天 我们台湾的西瓜是非常好吃的 炎炎夏天 如果能够有一块冰西瓜 吃起来真是凉爽 好吃 可是能够种出一颗好吃的西瓜是不简单的事情 因为西瓜最怕一种动物叫做红蜘蛛 它会在西瓜表面钻一个小洞 然后吸取西瓜的枝叶 使整株的瓜苗枯干 造成瓜农的损失惨重 如果喷洒农药 会担心过多会造成残留 太少无法完全消灭 那该怎么办呢 别忘了 红蜘蛛对吃最不懂得节制了 利用这个生物的特性 瓜农就大量的收购过期的牛奶 喷洒在瓜苗上面 一来让不懂得节制的红蜘蛛一次喝个够 最后撑死了 二来 牛奶可提供养分 让西瓜快快的长大 准备大丰收 真是一举素得 所以我想大家大致上会有听过 叫西瓜 牛奶 牛奶西瓜 那不是用牛奶跟西瓜打成果汁 就是用牛奶种的西瓜 就是为了来制止这个红蜘蛛 来破坏西瓜的成熟 所以红蜘蛛是一个 不懂得节制的一种 应该算是昆虫吧 所以瓜农就利用红蜘蛛的特性 用牛奶喷在瓜苗上面 那么红蜘蛛就一直吸够了牛奶 他就不会去吸西瓜里面的汁 所以一个人懂得节制 就会有危机意识 就像红蜘蛛 他如果有懂得节制 他就不会傻傻的 一直把牛奶吸掉了 以至最后撑死了 如果我们从小训练 我们孩子懂得节制 他就有危机意识 他也能够过一个 自我控制自律的生活 不懂得节制 很可能就会做一件事后 就后悔一次 那么请问人生 可以后悔多少次呢 况且有些事是不能后悔的 当你不去学会节制的时候呢 你做了这件事 就是没有办法后悔的 像现在很多人迷手机 不只是父母迷恋手机 因为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儿女 我们觉得他很吵 我们就丢一个手机给他 丢个iPad给他 以至太多的孩子 是迷恋手机 迷恋上网的 在我牧羊的一个学生当中 就有一个学生 他长期的睡眠不足 为什么 因为他每天晚上睡觉前 他都要滑手机 他滑到呢 最后呢 被那个声光影响 他真正要睡觉的时候 他就睡不着觉了 所以都要在床上 反反复复 滑手机 睡觉 睡觉滑手机 都要挣扎到 清晨四五点 他才能够入睡 但是他必须六点就要起床 最晚六点半就要起床上学了 所以他经常是早上的课 就翘课 来不及去上学 老师跟家长 就沟通了好多次 提醒了好几次 可是这个孩子就是 没有办法改变 他没有办法自我解释 改掉这个玩手机的习惯 一次他长期现在就要靠 吃那个镇定剂 来帮助他睡眠 最后连镇定剂都没有用 因为他还是一样滑手机 滑手机 睡不着 造成他 整个人身体 上个礼拜我看到他 整个人身体 非常的瘦 又瘦又高 我就说你怎么会弄成这么瘦 他说我都没有睡好觉 一天最多睡个两个钟头 三个钟头 就得起床了 因为他夜里失眠 他的母亲在旁边说 他夜里失眠是因为他上网 没有节制 那我就跟他的母亲说 那你为什么不把家里的网路 给断掉呢 这样子他就没有网路 他就没有办法上网了 他说网路是我 我也要用 我不能因为 因为要控制他 我就网路紧张 那我要办公 我谈公事 我都需要上网 有网路 这样子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生活了 这是我的工作 所以母亲也不愿意配合 那么孩子没有节制 孩子从小没有训练他 做一个有节制的人 那么他到大的时候 他完全没有办法 self control自己的一些的行为 这是现在手机 在我们整个社会当中 造成很大的危害 还有一些的食物 有的孩子就是 怎么样都不要吃家里的东西 就是喜欢吃外面的素食 每天就跟母亲 父亲拿了一笔钱 就放学回去 就跟同学在路边 去吃素食的东西 油炸的东西 什么炸鸡排 咸酥鸡 炸薯条等等 臭豆腐 吃尽了这些东西 然后回到家 妈妈预备的丰盛的晚餐 她根本吃不下 因为她没有节制 她对食物没有节制 有一些人因为食物没有节制 喜欢吃很甜很甜的东西 所以造成肥胖 就像刚才那个 会本里面讲 那个凯西小公主一样 她就拼命的喝奶茶 拼命的加奶 拼命的加糖 一直身体变得肥胖 很多的身体的疾病就出来了 现代人很多的疾病 都是因为没有节制造成的 那在今天我们节目中呢 我想跟大家来分享八个方法 来教你的孩子 能够有自律 能够过一个节制的生活 不管你是用什么方法 来教育你的孩子 来教养你的孩子 但是最终的目标 你都是希望你的孩子 能够成为一个自律的人 成为一个有自我 self control的人 能够一个有节制的人 当你的孩子从小 训练他在生活上自律 你在教养上面 就会亲神很多 那么当我们训练孩子 自律能够帮助孩子 学会感恩 学会拒绝诱惑 然后呢也学会忍耐 上次我们有讲到忍耐的美德 忍耐呢就是从节制来的 节制的结果就是他学会忍耐 然后还有学会 延迟满足 上次我们讲到忍耐的时候 讲到在犹太的妈妈教导孩子 从小就是教导他们 延迟满足 延迟满足就是让他们学习忍耐 然后学会self control 学会节制 这里有专家写了一篇文章 他提供了八个技巧 来帮助我们孩子 学会过一个有纪律的生活 学会自我节制 第一个就是我们做父母的 要给孩子规划他每天的生活 起居照着时间表 规划让他们能够照着时间表 每天有纪律的生活 一个孩子懂得照着有纪律的生活 他自然就会活出一个有节制的品德 那刚开始我们可以帮助每个孩子 其实包括幼儿 我记得有一次我有做一集的节目 也特别讲到说 幼儿的生活 起居的规律非常的重要 那通常我们认为小幼儿有什么关系 要吃就吃要睡就睡要玩就玩 当然这没错 但是如果在幼儿的时间 我们就已经培养他过一个有纪律的生活 妈妈照顾他的人 照着这个时间表来照顾baby 你就会发现在生活中 很多的事情他要照着这个纪律做 他的自我节制 self control就会很容易轻松的多了 所以第一个专家是建议提供一个好的生活的纪律 每天早上几点起床 起床以后先做什么事再做什么事 然后先去塑洗上厕所梳头发 然后吃早餐 每天晚上睡觉 以前就是规定是要把第二天的书包 所有的需要带的文具用品书都整理好 要穿的衣服放在椅子上 所以早上起来的时候 当他塑洗完毕的时候 他就可以知道穿着换掉睡衣 穿上要上学的衣服 然后吃早餐 然后几点的时候 父母亲准时开车送他去学校 他学校当然是一定有学校的schedule 所以照着学校的课程运作 比较容易有纪律 因为学校的生活都是有纪律的 回到家里面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给他们有一些的schedule 告诉他们说 回到家 他第一件事要做什么 是先换下衣服 制服 洗手 然后吃点心 或者是洗澡 然后玩一下 给他一个半个小时 一个钟头的时间 可以休息一下 几点到几点 练钢琴 练小提琴 写功词 那吃晚餐以前 他必须要完成多少的作业 然后吃晚餐的时候 做什么 包括看电视 看他们喜欢的卡通影片 看书 我们都给他们做好一个好的时间表 那他养成习惯 照着时间表做的时候 他就学会过一个自律的生活 当一个孩子能够照着时间表 从刚开始是照顾他的人 陪伴他照着时间表做 他养成习惯了以后 这样就会养成一个自律的习惯 生活自然他就会活出节制来了 我们休息一会吧 马上回来 你也很特别 万人怎样看着你的脸 你也很特别 伤害世人没有分别 你也很特别 自信花朵开满心里面 只有相信身在我们 就是很特别 你们都好特别哦 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唱 你很特别 万人怎样看着你的脸 你很特别 生爱世人没有分别 你很特别 自信花朵开满心里面 只有相信身在我们 就是很特别 你很特别 万人怎样看着你的脸 你很特别 生爱世人没有分别 你很特别 自信花朵开满心里面 只要相信身在我们 就是很特别 我很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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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怎样看着我的脸 我很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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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爱世人没有分别 我很特别 自信花朵开满心里面 只要相信身在我们 就是很特别 只有相信身在我们 就是很特别 只要随心 这一次加音广播电台 FM90.9 现在为您播出的是 真爱在我家 今天在节目中 跟大家分享 圣灵的九个果汁 的最后一个果汁 就是最后一个 我们要分享的品德 就是节制 刚才跟大家分享 专家提供 怎么帮助孩子 过一个有节制的生活 第一个就是 他的生活要规律 我们给他定好的 生活的规律的时间表 然后每天按表操课 他养成习惯的时候 他自然就成为 一个有纪律的人 有纪律的 就是表示 他是一个有节制的人 第二个 当你跟孩子规定 他必须什么时候 做什么事情 什么时候应该做 什么时候 不是只是说 因为我说的算 你们就照着做 我们要告诉他 为什么你定 这些规则背后的原因 孩子就会明白 为什么父母亲 给我有这样子的规定 我必须照着做 比如说 睡觉以前 他必须把 第二天要用的书包 书本 彩色笔 或者需要带的运动服装 都预备好了 那么早上的时候 他就不会这么 匆匆忙忙的来不及了 甚至会忘这个 忘那个的 以前我孩子小的时候 我就没有做好这一点 他们有时候早上起来 常常会忘着忘那 到了学校 就会打电话给我说 妈妈你帮我送彩色笔 妈妈我今天忘记穿运动服 你可不可以送来学校 等等 这个是我没有设立好一个规则 我没有帮他养成一个自律习惯 所以当我们告诉他们 睡觉以前 你要预备好这些的时候 第二天就不会到学校去 忘了这个 忘了那个 就会很慌张 我记得以前 我小的时候 读书的时候 我的父母亲也会帮助我 他说每一次 你把学校的行事力 贴在墙上 然后是几月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叫做 不叫断考 那时候叫做第一次月考 第二次月考 第三次月考 最后期末考 我们把schedule都定出来的时候 我的父母都告诉我说 你不要等到下个礼拜 要考试的时候 你才读书 你一定要在 还没有考试之前的两个礼拜 就开始准备月考的东西 你到了月考的前几天预备 你一定会考不好 来不及 所以我就乖乖地照着 我父母亲的规定 真的 我发现在 月考之前的两个礼拜 我就开始预备的时候 我那次的考试 就胸有成竹 因为我事先都预备好了 所以当你给孩子 有一些的规则 规定的时候 要告诉他 你为什么定这些的纪律 的背后的原因 第三个我们专家的建议 让孩子学习节制 就是当他没有照着时间表 没有照着我们给他的纪律 去做的时候 他就要承受自然的后果 在我们上次节目中 我们有提到有几种管教法 其中一个就是承受自然的结果 也就是说 当他不照着所规定去做的时候 他就必须承受自然的后果 这样后果 比如说下雨天了 我们早上你要带伞 带雨衣 麻烦不要带 因为看起来天气非常晴朗 可是事实上当他下午放学的时候 就是下大雨了 在这种状况下 我们怎么让他学习自然的后果 下次就要听父母告诉他的话 带伞带雨衣 就是让他淋雨回来 虽然我们会舍不得 觉得淋雨回来会生病 我们是不得不偿失 但是你要试着 让他承受自然的后果 一次两次以后 他就自然会听我们的话 这叫自然后果的管教 所以第三个训练 我们孩子能够过一个 有纪律的生活 有节制的生活 就是让他们学习自然后果 所带来的结局 第四点呢 第四点 当我们要纠正他们一些的 不良行为的时候 不是一下子稀里哗啦告诉他 一二三四五 要改的太多了 我们还是从一样一样的改 比如说他 你必须要纠正 刚刚我们讲 你必须要纠正他 睡前以前呢 要把书包整理好 把明天要穿的衣服预备好 可能这以前他从来没有做的 但是为了你要帮助他 过一个有节制的生活 过有纪律的生活 那么你就说 好 那我们先从一样事情改 就是我们先来练习 每天晚上睡觉以前呢 先来检查我的书包 有没有预备好 明天该带的东西 照着课表来预备 那么我明天该穿的衣服 有没有预备好 他自然从一样改 这样改好了 哇 就给他一些鼓励 然后再改第二样 那第二样可能是他习惯性的 回家以后呢 衣服乱脱 没有脱在张衣栏里面 那么为了改正他 有一个好的纪律生活 可能我们第二个习惯 就改正他说 好那上次一个习惯 已经改正的很棒 那我们改第二个习惯 就是放学回来 换下制服的时候 一定要丢在张的洗衣栏 这样子呢 妈妈去洗衣服的时候 才会洗到你的衣服 否则你就要穿臭衣服了 这就是循序渐进的帮助他 所以当你需要改良 你孩子的一些的 不照正规的一些的 生活纪律的时候 是step by step 就是一次做一件事情 一次做一件事情 让他循序渐进的 来改掉他这个 不节制 没有纪律的生活 这是第四点 那第五点 我们专家的建议呢 就是当孩子有好行为的时候 不要忘记去称赞他 去褒奖他 去夸奖他 给他一些的正面的回馈 当他这件事做得很好的时候 我们随时就提供一个正面的回馈 不要等到好几天以后才说 你前天那样做 你上个礼拜做 那有点太迟了 就是及时的 当你发现 今天他有好的表现 及时我们就给他有正面的注意 正面的夸奖 给他一些奖励 在我的家以前 我就是冰箱上有个表 艺人有一张表 然后有好的表现 我马上给他一个小苹果贴子 他就贴在上面 然后隔了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我们就一起来统计 那有得到多少贴子的时候 他就可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奖赏 那我们随时记得 就是给他适时的鼓励跟夸奖 然后他感觉到 当我照着父母给我的规定 我做好的时候 我会得到口头的夸奖 我还得到物质的奖励 他就自然而然 就会朝这个目标去做 然后他就养成一个好的纪律生活 好的节制生活 这是第五点 第六点 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 解决问题的技巧 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不是就是哭来求助 你要告诉他们说 你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你觉得今天很挫折 那我们一起来讨论 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下次会做得更好 就是你不要什么事都帮他做得很好 你要教导他有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 现在的父母有的时候 因为少子 很多时候就很不放心 孩子什么事都为他解决了 如果孩子前一天书包没有整理好 第二天忘记带东西被罚 那么妈妈爸爸就变成是做这件事的人 就是孩子睡觉了 爸爸妈妈就去帮他把书包整理好 免得他明天早上起来丢这个辣这个 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是带着他一起来整理 几次以后 他自然就知道这个整理书包 把张一福丢到张一楼 那是他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教导他们解决问题的技巧 而不是帮他们做 当我们教导他们遇到不同的困难 他们学习去解决问题 跟他一起讨论应该怎么做的时候 他自然在很多的世上 他就学会self control 学会自律 然后就会勇敢的面对自己的问题 那第七个专家的建议 怎么训练孩子 节制呢 就是你自己做榜样 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 我每次在讲每一个品格 我们父母的榜样 围绕在孩子周围 那是最好的 你希望你的孩子不要迷手机 那你是不是一个迷手机的人呢 你希望孩子们一起围绕在桌边吃饭的时候 没有人可以玩手机 没有人可以看电视 没有人可以看杂志 那么你就必须做一个有榜样的人 以前呢 我的家里面 有一个长辈跟我们住在一起 他有一个习惯 每次吃饭的时候 他会拿报纸 一面吃饭 一面看报纸 后来我的孩子就学他 每次吃饭的时候 他就拿了他们的书 或者拿了他们的漫画 就一面看 一面吃 结果饭桌上面 只有我待在那边 他们每一个人都在 看报纸的 看杂志的 连我先生都在看杂志 后来我们就规定 吃饭时间 这些动作全部停止 那么怎么停止 从我们长辈开始 所以我请 跟我一起住的 我的公公 我说请你开始 吃饭的时候 不要看报纸 那我也跟我的先生说 吃饭的时候 不要看杂志 那孩子自然 当我们去制止孩子 不看漫画 不看书的时候 那么因为我们有榜样 他们自然就愿意顺服 愿意照着去做 所以第七个 让你学会 让你的孩子学会 self control的 学会节制的 就是你自己做榜样 吃东西的时候 不要过度的喜欢的 就一直吃一直吃 当你说 OK 我今天医生主妇 我不可以吃太多肉了 那你就坐在孩子的面 说今天我最多吃两块肉 而且把肥肉弄掉 那孩子就看到 我的爸爸是一个 很有节制的人 他们自然就会 学会一个节制的功课 第八个 第八个方法 就是奖赏 对好的行为的时候 不要忘记 给他们有奖赏 刚才前面有提到 当他们做得很好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时间 比如说每一个月 我们做一次统计 来给他一个好的鼓励 当他们已经养成了 很好的习惯的时候 就不需要每一次都鼓励了 有的家长就会问我说 那我要奖励他们好行为 要奖励到什么时候 那这是一个期限的 当我们奖励他的好行为 他的好行为 已经养成的时候 他的好纪律 已经养成的时候 你就可以stop 那个奖励 换成另外一个 他还没有改成的坏习惯 然后针对那个坏习惯 给他奖励 也是循序渐进的 不是无止境的 那否则 那个奖励 永远奖励不完 那当然口头的称赞 对孩子来说 那是最大的满足 你常常口里面欣赏你的孩子 养牧你的孩子 他们就是最大的满足 因为他们觉得 父母是爱他们 欣赏他们 接纳他们的 好 我们休息一会就进到 我们今天爱的小雨 Love in Family 爱的小雨 这里是江音广播电台 FM90.9 现在为您播出的是 真爱在我家 我们今天进到 最后一个单元 爱的小雨 在过去几次节目中 我们分享了 基督徒的圣经里面 在新约加拉太书第六章 讲到圣灵的九种果子 那个果子就是 九种好的品德 我们都一一的分享了 那这个九个好的品德 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今天我们分享的是节制 讲到这个节制 讲到纪律 我想在节目中 夸夸一下我的儿子 最近我的老大 他因为工作的关系 所以他 兼了另外一个职 那么让他的时间可以 不会浪费 今天的这个职 是非常辛苦的 真的是 我就不讲那个内容 真的是非常辛苦 是要在 这么大的热天 然后到处 跑来跑去 去送货 去拿东西 虽然这个不跟他的专业有关 可是他觉得 与其我白天空那么多的时间 那我好好安排 我的时间之外的时间 我可以赚一点外快 也可以来看一看 社会上的形形色色的人 那因为这个工作真的很辛苦 又碰到天雨 下大雨 然后又 有时候又出太阳 真的是蛮辛苦的 我有点心疼他 但是他说 妈妈你放心 我决定这样做 我就会 很有自自力的 很有决心的 就做下去 他已经做了 一个月了 在这一个月当中 我真的看到他的 他的纪律 他的自自力 他的self control 他不会因为太累了 今天就 我今天不要去上班 我不要打卡了 那他习惯 就是早上 就是跟着我的时间表 他会送我 送我到教会来上班 下班的时候 他有时候照着我的时间 他会来接我 那在家里呢 因为我们老二 已经结婚了 搬出去住了 所以在家里 现在就只剩 我跟老大在家里面 那么所以 在长久以来 有一段日子 我们的老大 就是负责 做我家的蚕死官 就是我们家有两只猫 他都是负责 来蚕死的 然后清理猫杀的 他也长期帮我们 全家洗衣服 晾衣服 晒衣服 折衣服 那我想他最近忙着这个 另外兼职的工作 实在是太累了 那有点不忍心 所以有的时候 我比较有空的时候 我就会帮忙洗衣服了 有时候我就把衣服拿进来 或者折衣服 或者去蚕死了 他看到了 他就说 妈妈这些事情 我还是会做 他说不会因为 我多了一样 这个外面的工作 我这些事情就不做 你放着 我没有办的时候 我就会来做 当然是互相的 我有空的时候 我当然去做 我不忍心 他太累了 可是我从他身上 看他身上一个纪律 跟自制 他真的是不会因为自己工作忙 就有理由 他之前在家里负担的这些责任 他不做 他一样每天早上 比我还准时 就起床 然后吹着我说 快走咯 不然你今天会迟到咯 我说你今天不用送我 我做捷运是很方便的 他说妈妈 我就是要送你 他就在旁边 就是吹着我按准时 有一次我因为一下子内急 就耽误了一个五分钟十分钟 结果呢 迟到了 他就非常的不快乐 说你看 因为你一个一时 这样子就迟到了 我说没有关系 偶尔迟到个五分钟十分钟 他说不可以 做任何事情 都要照着纪律来 他比我还有纪律 然后不会因为他 兼了一个外快 他就 这个其他的工作 他就不做 他一样把 他原来在家里面 他所承担的家务事的责任 做得很好 所以每一天 我在坐在车上的时候 我就为他感恩 我都听他在工作上 发生的一些事情 然后我就一直夸奖他说 儿子我真的非常的仰慕你 我真的非常佩服你 佩服到虎体投地 我觉得你的纪律的生活 跟你节制的生活 妈妈觉得非常的佩服 我非常的欣赏你 他当然听到我这样夸张 他非常的开心 他说妈妈 要做事就认真的 你放心 我真的忙不过来 或身体体力不行的时候 我自然会停掉 你放心 我当然非常的放心 因为他是一个有纪律 有节制的人 我非常的为这个孩子 感谢上帝 让我觉得 虽然有时候不忍心 有点不放心 但是我知道 他生命中的自治 他生命中的纪律 可以促使他 向成功来迈进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祝福各位听众朋友 从我们做父母自己开始 过一个有几率的生活 做一个有节制的人 我们坐在孩子们的身上 孩子们看到我们的榜样 他们自然也会结出 一个节制的好品格 正如我前面一开始说 九种品格里面 节制是非常重要的 当一个孩子 当一个人生活的 有纪律 有节制的时候 他自然生活中 其他的果子 就会一个一个 从生命中散发出来 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九种好的品格 都会在我们生命中 来发挥出来 祝福大家 盼望我们 不但我们的孩子 生命中 有这九个好的品格 每一位做父母亲的 每一位照顾孩子的老师 也成为孩子们 生命中的榜样 让我们在我们生命中 也结出这个九个 饱满 有甜味 多汁的 好的品格的果汁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祝福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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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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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